一邊拍攝一邊直播 不要緊 是的 表演可以了嗎 直播了沒有 各位看著的朋友 我們今天 再糾纏就沒有電了 是的 要快點了 因為我們今天剛剛開始了一個五台直播 五台聯播第一次 我們大家看到有我們大師兄 KK 明傳何啟明 Build up 已經來了 還有我們的英雄歌 呂布 郭偉強 還有張鮑 陸仲雄 當然我是契姐 還有我們的工聯會會長吳秋筆 他這個厲害 看得到的 大家好 在北京和我們聊 你都辛苦了秋筆 秋筆就剛剛 你們辛苦點 就要問臭味 哈哈哈哈 臭蛋了 是咯 阿秋筆就剛剛在人民大會堂投了票 那阿秋筆 你有些什麼事 說給我們聽呢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 在說一些正經事之前 其實都正經我們 現在跟著問這個問題 明明可以 是嗎 是的 那有很多朋友 都想問一個問題 董家彪你說 那是什麼問題 實在太顯眼了 二千多人投票 一票反對 大家猜是誰 你知不知道是誰 其實都猜到的 沒得猜的 這個是不戒之謎 是嗎 按錯仔 總共就有二千八百七十八人 投了贊成票 是 有一票 我們都想知道是誰 哈哈哈哈 你們要投 請問香港代表團 知不知的 知不知的 我相信不是 是嗎 我們香港代表團 都是一致 因為我們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是一致 覺得應該是支持這條 我討論的時候 真的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 可能有人投票 禁錯 當然必須要言言一致 是嗎 秋伯 我想問你 你們的投票 在人民大會堂 投票 是不是都是禁制的 是啊 是禁制的 OK 有個禁制的 有贊成票 有反對票 有棄權票 是大家是禁制的 OK 阿倫不行 你重新禁制吧 OK 好像我們有些技術問題 現在正在看的朋友 我們有幾個台的亂報 我給大家看看 好啊 先看看 那文章是說什麼的 不是看不看到 他動得這麼厲害 是呀 動得這麼厲害 這是文章 什麼文章 秋伯 這個就是我們 港區 港版國安法的表決文件 是 哦 OK 跟我們之前看到 那七條有沒有相似的 還是另一份來的 那個決議呢 就是有七樣東西 是 其實那個不是條文來的 那個不是條文來的 那個是七個方面呢 要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來的 是 是 那第一條當然很強調 那個一國論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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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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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堅決是反對外國的干預 是 今天 外國的干預呢 我們都要有方法去反制他們的 是 讓他們滲透 來去搞破壞 搞分裂 沒錯 第三樣東西呢 是要維護我們國家的主權安全 嗯 嗯 還有這個 政府呢 要就著這個 基本法所規定的 一個安全立法的 第四呢 就是 特區政府要設置機構 來到執行 有關的 安全 的一些措施 嗯 國家呢 也都可以因應需要設置 這個機構 來到執行 嗯 那個的 有關國家安全的事項 嗯 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嗯 OK 而第四呢 行政要做好一些 嗯 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嗯 還有是 開始 有關國家安全的教育 嗯 以法禁止 國家安全的活動 和行動 嗯 正期向中央 來報告 有關的情況 嗯 而第六呢 就是要授權 人大常委會制定 剛才是 就是立法那裡的動作來的 制定有關的法例 就著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 政府主義 嗯 以至到勾結外國勢力 這些罪行來到去立法 立法呢 立法呢 就要將它 列入去基本法的固件三 嗯 而第七樣東西呢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法例呢 公佈之後 就 要實行 這樣 公佈之日才實行 就是這個是公佈實施了 是不是 是 OK 那個時間表下一步 我們要等 大常委會 制定那條法例 是 之後呢 就要公佈實施了 是 秋北 啊 估計呢 那個立法時間是 什麼時候呢 上委有沒有一個 預計的時間呢 很多事很心急 因為 是 我其實是 在小組討論裡面 很強調 必須要 盡快 以最快的速度 來到去 為香港這個 一個 國家安全 堵塞漏洞 是 因為我們 現在是 處於一個 法律的真空 我們是處於一個 無不設防的狀態 隨時都會被人搞 人不顏色革命 和顛覆的 所以是非常之危險的 我們必須要 盡快堵塞漏洞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其實因為 在一個 立法的過程裡面 香港社會的張力 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 越遲 那條 立法是越遲的話 香港那個 局勢是 越多衝擊的 沒錯 所以 你有沒有向 有關方面 反映這個意見 希望他們盡快 可以做成這條例呢 我非常同意 是不是KK 是啊 是KK 是不是 是啊 聽到聲音看不到人 是啊 我非常同意你說的 所以我在發言的時候 我說中央這次出手 非常之快 而且立法 我們必須要以 順雷不及掩耳之勢 來立法 所以你的意思 我是表達了的 那中央有什麼回應呢 我們其實很想知道 我們其實很想知道 這是機密 你們這樣也打聽 我們很心急 人大每個人發言都有一個紀錄稿 都必須要詳細紀錄的 這個紀錄是必須要送到人大常委會那裡的 是 所以我相信大家的意思一定會聽到的 是 秋北 也都向你匯報一下 你們去了上北京之後呢 我們呢 都立即呢 就做街頭簽名 嗯 那你 你猜一下 那些市民的反應是怎樣呢 啊 我見到現在的 的數字非常之恐怖喔 嗯 幾多十萬啊 不止啦 街頭是九十幾萬 差不多 網上簽名呢 都接近九十萬 是啊 合起來差不多二百萬了 哇 一百八十萬 是啊 是啊 我們在座的兄弟姊妹都有在街頭 呼籲 那些反應都是好的 簽了幾天啊 一個星期都不夠啊 很多 很多都好像讀過來了 差不多其實 我所掌握的 我們做了二萬七千幾個街站 是 就是那個站次 是啊 是 九十五萬 網上簽名的八十六萬 這個可能是滯後的數字來的 是 但是其實呢 秋伯啦 我們很多的市民呢 其實真的很想知道 時間表 你說你表達了啦 但是就要未知啦 現在不知道那個時間表啦 但是其實呢 有些人呢 就在香港呢 已經不斷地抹黑的啦 那就說 哎 到時呢 你又會沒有了那些自由啊 什麼的 但是其實呢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在你們會 你們其實在 今天投票之前 你們在小組有討論的嘛 那你們小組討論了些什麼的問題 或者可不可以給多些資料我們呢 包括 咦 是不是真的有沒有追溯期啊 因為有些人就說要有 有些人說要沒有啦 那有些就說 究竟 是誰審的啊 又或者那個執法機關是什麼來的啊 這樣啦 你可不可以說多些資料給我們聽呢 你在討論的內容 有沒有拿到多些資料給我們呢 因為我們不是進行那個 具體的條文的討論 所以呢 那個剛才來講的 細節的東西 是從內 人大常委會 來到去討論的 不過我覺得呢 就是有關執行機 這件事呢 是很重要的 一條法例呢 其實那個執行機就是最重要的 沒錯 如果不是那條法例就是空的 所以呢 我們很期望 就是在那個細節那裏呢 要具體化 而且就是有權有責 必須要有具體的執行 也都要有他們的權限 要有怎樣去取證 去執法啊 要審案啊 這些細節的安排 必須要有的 至於所謂的追溯呢 我覺得 如果那個人 沒有再繼續去搞天空 搞破壞 搞這個 恐怖主義 你是來去不可的 但是你知道呢 你這些恐怖分子呢 他不是 會釋放金釉 他做開呢 就會一直做的 那這些的罪行呢 是一直延伸的 總之 那個法例一 生效 他們呢 就應該受到制裁了 啊 秋北啊 我說一些奇趣的東西給你聽一下 啊 我阿彪啊 給你知道呢 這個法呢 你要看著那個 法力無邊 我顧著看你的屏幕 不好意思 法力無邊 有兩個例子 第一呢 那些黃店呢 就立即呢 就把那些圖鴉啊 那些字仔收起來了 第二呢 很奇怪啊 昨天呢 開會反對派議員 站起來說自己很愛國的 不知道他愛中國 還是愛美國 但是呢 還有民族感 很有民族感的 跟我們講抗日歷史的 哈哈哈 昨天 法力無邊 昨天 霍家琪竟然不是用一些很尖酸刻薄的東西去罵人 竟然跟你講孔子和萬子 然後 非常斯文 非常斯文 接著呢 林卓廷呢跟你講呢 我是熱愛祖國 哈哈哈 哇 你看這些 國安法還沒開始立法 都已經有這個效力 法力無邊 我聽了那些打眼震 哈哈哈 為什麼有民族感 你上面大風啊 穿上衣服啊 哈哈哈 我相信很冷 真的 雞皮都起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實是好事來的 就像毛主席所說的 情辭最後 就治病救人 是不是 外國不甘後人 哈哈哈 那外國不分先後 他們肯放棄一些錯誤的思想 其實社會都應該包容一下他們 不要經常笑人家 你們這麼壞啊 你們 真是壞 對的 我們應該給一個機會去改革 不要包容一下 啊 國金時而通非 沒錯 哇 你有沒有想得太美好啊 最多都是口是心非的 啊 啊 啊 會長我們有些網友啊 想了解一下 怎麼執行啊 會不會呢 就是 切回個機構 好像以前 政治部那樣 又或者 會不會組織一個 國安法的法庭 國安部 還有 是基本法法庭 會不會有 KK啊 你這些建議都是非常之好的 應該是反映的 我都會幫你反映的 哈哈哈哈 是網友說的 哈哈哈哈 網友都是市民來的嘛 這是民心所向的 民意來的 是 民意來的 是 非常好的 昨天都有 接觸到國家的層面 其實是真的需要的 有這個機構 剛剛昨天呢 就是有些機構呢 做了一些民意調查 就說呢 香港呢 52%的市民呢 就贊成立法的 那 是不是40多還是怎樣 有一些少少中立 總之呢 就是贊成立法 多過反對立法的 那就正如 抽筆所說呢 是有民意的 是啊 這個是心聲來的 是啊 不過 大家都清楚的 就是回復社會安寧 其實那條法例呢 現在未立呢 已經 你看到那些什麼黃店都有了動作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防範的作用的 那條法例呢 是有震懾防範的作用 那 最主要是防範 制止 而最終呢 只是極少數的 會受到制裁的 我覺得 會長啊 美國呢 就一直都要脅呢 要 要制裁香港 要摧毀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你在北京有沒有聽到 有些什麼消息 我們中央會有些什麼 反制措施啊 美國當然不想要立法啦 那它是靠客的 我覺得 在國安立法上面 它是沒有任何的權利可以插罪的 那它所要搞的東西呢 其實搞 因為香港那個貿易順差 在美國來說 它是順差來的 它如果搞香港呢 其實在搞自己 特朗普要選舉啊 會不會為了選票啊 真的連錢都不要啊 那它撈開屁股花 很正常 哈哈哈哈 這樣的形容 黃之鋒也說 找了別人的參議員 在說要商量怎樣制裁香港 我抽筆 中央的官員有沒有說 怎樣去應對 黃之鋒如果是這樣 其實是中了勾結外國勢力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一時間告舉我們 中了 喂 秋北還有一件事 今天呢 我們立法會大會議廳 被臭蛋攻擊 算不算恐襲啊 哈哈哈哈 喂 那些是化學品來的 你不知道它那些是什麼毒氣來的 有毒 消防署呢 說那種毒氣 濃度夠呢 是可以足以殺人的 哈哈哈哈 不是說得少的 有劉化卿和一氧化碳 劉化卿是有 劉化卿是有 劉化卿 殺到人的 喂 看明麻煩你 告回他恐襲吧 好不好 哈哈哈哈 人生安安 我們去跟我們 打好情況 議員應該在一個 受威脅的情況下 去議事的 現在你們受到威脅 你知道嗎 其實呢 我們今早呢 下午已經做了一個live 告訴我們的朋友 其實呢 他們已經違反了香港法例 三百二章 即是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 他是不應該妨礙 不可以妨礙和擾亂我們的會議進行的 所以其實呢 我們知道呢 立法會主席已經報警的了 是 我們有法就必須要執法的 以前呢 有些是沒有執法的 已經是中獄了 令到那些人呢 集非成事 必須要撥亂反正的 沒錯 其實剛才你說的那個點呢 就是呢 香港在過去那一年呢 很多時候就是有法不執 所以呢 剛才你讀了一份文件給我們聽 全國人的文件裏面呢 譬如第四點就特別提到 有一個執法的機關的 其實你可不可以講多些 在你的討論內容 或者你收到什麼 多些資料是關於這個執法是怎麼做的呢 這樣的 我們討論呢 很闊的 我就不方便 方便 我又想問 不方便的東西想聽多一點 方便的東西 不方便的東西 方便人術 不過相關的內容呢 很豐富 譬如 那些法官應該什麼 國籍啦 有其他國籍 要不應該執法呢 這些其實大家都關注的啦 是 是 不回到香港 不跟我們開一個講座 是啊 那麽呢 就不應該 就被香港審啦 是 因為它 是涉及到國家層面 危害國家安全 是 那麽所以呢 就不應該 在香港審啦 是吧 嘩 經典 會長 有個網友問 這些都是討論 是 是 會長 有個網友問啊 他們好有興趣知道 哪個投反對票啊 哈哈 是不是有血統 遺傳那個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有合理的嫌疑的 不過 你知啦 投票是一個 我們都要保護那個投票人 他是不是跟你同一輛車的 哈哈哈哈 那麽都可以 亂來 不便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啊 其實 阿七啊 你在過去幾天在北京 其實你有沒有接觸到 我們北京裏面的其他全國人大 就是在不同 可能來自不同的省市的代表 他們對於這次香港這個立法 其實他們是不是都一樣很支持 或者他們有什麽看法的呢 現在我們經常講 我們香港的人 和你講 我們開大會的時候 黃神副委員長宣讀的時候 有三次被人用熱烈的掌聲打斷了 你可以看到那個情況 那剛才表決的時候 那個數字都未公佈 已經全場雷動的股長 你可以看到是全國的代表 我相信也是全14億的公民 都是支持這件事 沒錯 因為我們經常在這裏說 哎呀我們香港人怎麼想 怎麼想 但其實呢 講的國家安全 是一個國家層面的問題來的 即不只是香港人 怎樣處理這個國家安全 其他省市的同胞 其實他們都有說的 是嗎 沒錯 因為如果香港有漏洞 國家會有風險 其他省市都會有風險 沒錯 所以我就很覺得 有些人最近用一些短期的美國的制裁 鵝詐 可能一些短期的股市波幅 就去判斷 這個國安法 對不對 其實那個概念是完全錯了的 因為其實國家安全這個是首要的原則 就不是短期的經濟去 秋北我聽到你叫Colly的名字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樣子 我來見 可能我們網友很想見Colly的 哈哈哈哈 先打轉轉轉 Colly 請給我們的兄弟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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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是我們的朋友 大家可以見一下 滿足是八卦 等Colly回來 我們一起吃飯 聊聊天 繼續說說 先給民族大事 陸仲雄剛才說 是的 訊息很清楚 短期的美國的政治鵝炸 包括黃之鋒去找美國的參議員 說要制裁香港 蓬佩奧不斷地出口術 其實我們香港人 我們中國人 一定要有骨氣 一定要有信心 因為國家的主權 國家的安全 是至高無上重要的 沒有這些東西 經濟一定不會好 民生一定不會好 而且我們舉個例子 好像澳門一樣 立了23條 澳門版23條 美國的投資 簡直是他們 所以其實美國人說什麼設資 什麼全部都出口術 浪費了 不是說 Michael 你說的 真是太像國家領導人說的 有得升嗎 有得升嗎 會長 我想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一些 大家對於中美關係 現在的大家的判斷是怎樣 大家的觀察是怎樣 尤其是一些相關的負責人 中美關係 現在當然是處於一個非常之 我覺得是從來沒有的 會不會有冷戰 以至到熱戰 你見不見到 最近我們人大的一些表述上面 都是說要備戰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 不可以小心 不可以忽視現在的狀況 因為你知道美國的政客 會不會狗急跳牆 會不會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有防範 是準備的 不是避開的避 是啊 準備 因為特朗普就越是民調輸 比這個拜登輸得多 他就越會瘋了 越會瘋了 沒錯 是啊 你知道他那些 不知道會出什麼招數的 就是狗急跳牆的事情 其實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好相關的 但是香港就經常有些反對派 就說 你就是國家搞國安法 才令到美國要制裁香港和中國 你不搞 大家天下太平了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當然不是 美國自己都是搞 如果他搞國安法 我們都要他搞什麼 所以這個是很荒謬的 美國是根據他的利益 他自己的國家利益 來搞人 每次他覺得受到威脅 就是那個一哥的地位受到威脅 經濟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就會搞人家的國家 哎呀 秋北呀 秋北呀 有個網友跟我說 他說這個世界有個國家 是國安法的國家來的 那個叫美國 有二十幾條的國家安全立法 他就問呢 可不可以人大立法 參考這些美國立法的經驗 好不好 夠了國際標準 應該反對派就不會反對 照抄得好嗎 照抄好不好 我們香港呢 其實是要因應我們自己的情況 但是呢 他們的那種立法的一些思路 怎樣可以更加好保護自己的國家 國土 這些思路呢 是很適合我們的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借鑑的 因為他跟香港都是普通法的體系 所以其實有得參考一下 很多網友都這樣說 喂 我們講一下這個網民的阿汪 他的留言啊 很好笑 他說呢 五大訴求 求求下就求了個國安法了 就是笑死 他說都好 這幾個月我們呢 市民不要白白受苦 這個叫做求人得人 是啊 就是終於呢 他們成功爭取了我們呢 有這個國安立法了 是不是 陳北你爭取了這麼多年 終於今年 中央接受了自己用你的那個 用你的用字 或者是將你的建議變了他做 你有什麼感覺呢 是不是抄襪子藏 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守得雲開見月明的那種的感覺 就是我們多年那種的冤屈 那種的委屈呢 就是得到 就是認可 就是認可 因為 反對派這些這樣的 互幸呢 是增加了中央要立法的一個決心 換言之呢 客觀上面呢 他們是促成了這件事的 是啊 我們要解釋給那些朋友 嗯 你說 你說 是 是 我說我們解釋給那些朋友聽 為什麼呢 我們說 阿秋波說守得雲開呢 或者我們說他爭取了很久呢 其實在幾年前 15年 幾多年了 15年了是不是阿秋波 15年 15年已經提出了 就是要將國家安全立法在香港 變成一個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 其實就是現在這個做法 就是你15年爭取到現在的了 哈哈 我們是不是成功爭取Banner給你呢 是 應該這樣說 中央本來其實是很相信香港的 很信任香港能夠做好這件事的 嗯 但是你知道了 現在的反對派 搞到香港能力亂 搞到 香港政府那個的政治能量又這麼低 嗯 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這樣惡劣下去呢 肯定就是沒得立法的了 所以必須要出手 就是 美國和他現在在香港的代理人 令到中央不得不出手 嗯 其實你真的說得很對阿秋波 因為呢 如果你說15年人大 那當然是3月4月啦 嗯 那時候就剛剛 就是 那個非法佔中 佔中完了 其實那時候已經顯露了外國勢力的介入 都不立法 就是包含香港 信任香港 結果就 香港越來越和了 是 是 沒錯 當時我們 所以我們 在經過非法佔中之後 經過非法佔中之後呢 秋北提出這個建議 當時呢大家都還說 但是 我記得當初秋北提的時候呢 很大爭議的 大家都說 香港不用敢 不用敢 是嗎 未去到這一步 但是現在呢 真是經過去年 整年的黑暴 我們打工仔的飯碗呢 被人打爛了 現在香港真是去到這一步 是 真的好像你說的呢 中央是不得不出手的 其實秋北呢 當年呢 是 真的好有軟見啊 就是用十八條 就看到是有個這樣的機制 不過呢 那些反對派呢 就越做越過份 我呢最近呢 下街做街站呢 有四個大字 經常說的 那些街坊很容易明白的 黃毒黑暴啊 黃毒黑暴 缺一不可 全部都要抓 黃色呢 就是顏色革命啦 顛覆啦 毒就是港毒啦 分離啦 黑色呢 就是外國黑手啊 暴力的 當然是恐怖主義啦 黃毒黑暴 就是這個概念呢 其實秋北很早就提出來 現在那些網友真是聰明 是啊 是啊 其實現在我們呢 香港市民呢 質素很高 好像你說就是我們的網友 其實每個人都很聰明的 嗯 所以經過過去那一年的事件呢 其實令到我們真是醒了 大家都 就是以往大家都覺得 我們還有信心 是不是香港可以本地立法啊 但是現在你發覺 其實真的不是的 如果不是今次透過 我們這兩天呢 香港那個國歌法 或者處理國歌法 恢復二讀通過呢 其實亂到七彩啦 剛才你都知道啦 在香港扔臭蛋 就扔到臭到北京 你們都知道啦 哈哈哈哈 就是你說有什麼辦法 就是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我們還可以靠香港做本地立法 所以我們覺得呢 全國人大做這個決定呢 就是說由常委會去草擬法例 然後公佈實施呢 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 因為可以避免了香港再有任何的波動 但是公道點說 沒錯 有些人說說 立了這個國安法之後 23條就可以不用立了 我說給大家聽呢 其實這個是相符相成的 沒有所謂引落的條款 總之就是 立了現在所要制止的那四方面的罪行 就是顛覆國家啦 搞港獨啦 勾結外國勢力啦 這個恐怖主義 搞叛亂啦 恐怖主義 黃獨黑暴啊 所以呢 這幾樣東西先先制止了先啦 中央啦已經很有耐性 等23條等了23年 信香港人信了23年 但是都是一事無成 那你為什麼會2015年呢 那時候中央未接立呢 因為當時未曾看到去年的黑暴場面 所以呢 我們這次這個法立得成呢 是應該要多謝那幫黑暴幫忙 推這個立法成功的 算不算利多於弊呢 哈哈哈哈 很明顯是利多於弊 哈哈哈哈 北部呢肯定就不會主觀上喜歡這樣做啦 他客觀上面呢是助長了 但是呢 我認為 我們如果這樣去多謝他呢 我們都 呃 非立法不可 沒錯 其實有個精準一點的說法的 就是呢 眾部派強力助攻啊 這個就是最多事物 我覺得最貼切的說法 也不是說好事來的 因為黑暴呢 始終對市民很慘 但是呢 本來中央呢 都一直都沒有決心 覺得有所顧忌 但是反對派玩到過了龍呢 就強力助攻 逼中央出手了 這個 其實就不止反對派 是 這個絕對 是的 而是根本就是 所以我剛才公道一點說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要面對的 就不是說 反對派 那二十幾三十個議員 而是後面幕後 黑手外國勢力 沒錯 所以呢 中央不出手就是 少少一個香港政府 加建制派對著 懷疑是美國 哇 因為強國怎麼頂啊 所以中央出手 出得合時啊 這樣才對稱的嘛 阿丑伯 你有個網民呢 有個留言給我 請你表達一下 他們想要全國人大常委會 日夜加班 哈哈 快點做這個決定 好啊 你可不可以反映一下 你說請他們日夜加班 反映我把這件事說 比較淡Sir 哈哈 阿譚常委是不是在你附近 是啊 我已經代表 阿譚常委開會了 現在很忙 我們幫我們的網民 Sino表達了他的意見 他說日夜加班 加快這個進度 我們一定要 是啦 我們剛才和這個 老老主任會面的時候 是是 他說 我們一個龐大的班子 在這裏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哦 已經默落了 有信心 聽到這句我們就安樂了 是 龐大的班子 中央沒有放棄 是 這個是龐大的 一個國家級龐大的班子 啊 這樣才對稱的 是嗎 是啊 因為這件事是國家大事來的 根本很多香港人看 只是看自己的香港 實在這個國家安全 我都說了 這是國家大事 我們是要由全國的層面去看的 香港不可以成為一個 我還有30秒就沒有電 是嗎 好 你還有什麼想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 我想利用 大家努力 大家一定要努力 我想利用這30秒 回去香港我們一定要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一起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還沒跳嗎 我想利用這30秒 真的沒有電 好 拜拜 你回來香港我們會找你 哦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跟吳秋筆說到沒有電 不過電話沒有電 我們還有很多電的 是因為這一場通過 在港區國安立法這個工作 其實只是今天通過了全國人大的表決 只是第一步 之後還要草議 之後還要公佈實施 其實還有幾步走的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繼續團結 因為記得王毅外長說的 早幾天 他說中國人是有原則有骨氣的 所以我們這些有骨氣的中國人 就要一起團結去支持特區的國安立法 我們答應你 當阿秋筆回來香港之後 我們一定會抓他上來 跟我們有幾台聯播 夜晚晚開Live 又搞11點開Live 這裏有個網民的意見是非常之好的 他說希望在六月底完成 我們要來慶祝七一回歸 不過剛才秋筆當然 剛才有很多條文的內容 秋筆就未能夠透露 又或者現在其實還是草議檢 大家很多都是未知數 不過我們知道那一點就很重要 龐大的班子 龐大的班子 是的 剛才夏寶龍主任 就見他們全國人大的時候 代表港區代表的時候 就說了 我們國家有一個龐大的班子 在處理這件事 這個聽了下去 我們就安樂和舒服了 希望真的好像我們的網友Signal這樣說 他們真是日夜都去加班 加班去做完成這個工作 回來之後我們要慰問一下譚Sir 她辛苦了 真的用我們的王菊兄那句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去幫我們做這個草議法例的工作 除了中央層面要努力 我們香港層面都要加倍努力 希望大家在街頭 看到我們的簽名 第一時間簽名 看到我們的Facebook YouTube的片 貼文 記住幫我們點贊 留言 分享 一起推動這件事 沒錯 還有我們今天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要準備下去投票 因為立法會很快就會 就著國歌法的二讀投票 不過那個法例 今天是二讀 就算投了一票之後 都還要經過一個三讀的程序 你應該估計下個星期進行 所以大家要繼續支持我們 還有繼續留意著 立法會的發展和消息 不過在這個法例未通過之後 之前也說立法未通過之前 可能社會都還會有一些波動 大家記得要注意安全 我們真的不想再見到 我們的正氣 有骨氣的市民 他們在街頭被人那些襲擊 其實那些不是叫私療 那些是襲擊 是私刑 我們希望大家也注意安全 在這段時間 各位有原則 有骨氣的中國人 我們一起團結 加油 支持特區國安立法 你是不是要說另一段話 大家記得要對於我們的各個頻道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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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明 讚好Michael的Facebook座 做志強宣言 還有大家 如果你們都喜歡我們這一種 幾台聯播的 五台聯播的做法 你不要11點就可以了 不是 我們想看看大家是否真的支持我們這個五台聯播 如果是的話 你留言告訴我們支持 告訴我們 或者你多分享一些 還有記得給我們一個讚好 我們看到你們的讚好 我們會做多一些五台聯播 還有你們有什麼想說 都可以告訴我們 OK 好了 今天在這 拜拜 我們要投票了